欢迎大家参加今天建筑议会 结出成建商大奖2021的简介会 我相信今天在座那么多位 都应该想参加我们这个大奖 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个简介会 将一些大奖里面的资讯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去准备报名的时候都可以来得更加得心应手 今天我们会分两个环节 首先我们会邀请建造业评商专责委员会主席 欢乐器工程师和我们大家讲解一下 今次大奖的评审准则 接下来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去到上网报名的时候必须要留意的事项 在这里提提大家 如果一会儿有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在右手边question那个tap那里打一些问题 在演讲完之后我们都会尽量回答一些问题的 现在在这个时间我们先有请 欢乐器工程师和大家讲一下评审证则 有请欢主席 各位成建商的代表 业界朋友五岸 很欢迎各位秋空出席 建造业议会 结出成建商大奖2021的简介会 我是建造业营商专责委员会主席 欢乐器 在今天的介绍会里面 我会为大家介绍大奖的评审准则 和不同参选组别的资格 稍后议会秘书处的同事 也会讲解报名和提加资料需要留意的事项 我让大家在整理参资资料的 和往后报名的时间能够事半功倍 除了业界面对生产力 安全质量监督 环保等范畴上 越趋严峻的挑战 很多成建商也都追随发展局 成建造业2.0的倡议 积极主动提升 施工和管理的表现 建造业议会为了表扬有出色表现的成建商 决定在2021年举办建造业议会 建出成建商大奖 并且交由议会属下的 建造业营商专责委员会 负责筹备工作 希望透过这三年一度的大奖 给予平台让一众成建商展示他们的实力 分享他们所付出的努力 和所带来的成果 并让社会大众了解新一代建设团队的专业性 肯定他们为建设社会所作出的贡献 正如之前提及 大奖是按照建造业2.0所提倡的三大支柱 即是创新、专业化、年轻化 再加上现今商业社会 越来越受重视的EHG元素 即是企业在环保、社会责任 和管治方面的表现 作为四个分项奖项的核心 评审小组会按照成建商所提交的资料 就上述四个范畴给予评分 每个范畴得分最高者将获颁 颁发该分项的奖项 而总分得分最高的成建商 将会获得结出成建商的数位 大奖设立了三个组别 让成建商按照公司的规模和业务性质 来竞逐奖项 第一个组别是大型成建商 这个组别的资格是 发展局公务工程师牌的成建商 或者是工业处的RGBC 并且在过去三年里 完成至少一项金额 超过3亿元港元的建造工程 工程的项目以建造业征款记录为准 第二个组别是成建商 这个组别的资格是 发展局公务工程的A及B牌的成建商 又或者是工业处的RGBC 并且在过去三年里 至少完成一项金额超过300万港元的建造工程 最后的是专门行业成建商 这个组别的资格是 发展局任何组别 或者任何级别的专门成造商 又或者是建造业议会八大行业 注册专门行业成造商 又或者是屋宇处的 Specialist Contractor 并在过去三年里 完成至少一项金额超过300万港元的建造工程 值得一提 今次大奖是以公司为报名单位 但并不包括联营JV公司 明白到有部分教具规模的建筑集团 旗下都会有多于一间的建筑公司 虽然我们在这方面 并没有制定硬性的规定 但都希望同属同一个集团的建筑公司 只提交一份的申请 有需要的时间 但秘书处也会向报名的成件商来确认 至于评审小组方面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以下四位 在建造业界和社会分有十分地位的桥楚 分别是建造业议会主席陈嘉俊先生 香港房屋协会主席陈嘉乐先生 法治局常任秘书长、公务、林世雄工程师 以及代表地产及建造界的石礼卿议员 来担任首届大奖的评审小组成员 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讲解 下四个范畴之中 评审小组会用什么的准则 来平衡整件商的表现 又在这里再次提提大家 今次的大奖是以公司整体的表现来进行平衡 和过去其他掌项不同 除了工程的项目之外 一些相关的公司内部运作情况 亦都会一并考虑 大奖会考虑公司在过去三年里面的表现 即是Cut of Day 是2018年7月31日计算 第一个范畴是企业创新 顾名思义 评审小组会考虑成件商 在创新方面的公司文化 例如相关的政策和管理层参与等等 成件商亦都需要提供一些推行创科方面的例子 说明在生产力 成本等方面所带来的效益 而创新科技可以应用在工程 或者公司的内部运作当中 最后如果获得本地或者国际 与创科有关的奖学也都会获得加分 在推动专业方面 成件商需要展示出他们投放在专业培训的努力 如何透过规范的工序和流程 从而提升公司的运作的专业性 除了自身的提升之外 评审小组也都会考虑为业界整体的专业性 所付出的贡献 例如引进并且分享海外技术 其专业资格的员工的比例 和专业相关的奖学也都会在考虑之内 面对劳动力老年化 成件商所采取的措施 对业界整体的可持续性自为重要 在推动行业年轻化方面 评审小组会考虑成件商 在鼓励年轻人入行 和给予发挥空间的措施 例如公司以着行业的形象 人才方面的投资 提供交流和实习的机会 明确晋升阶梯等等 年轻人在公司在不同层面的参与 亦都可望为企业注入动力 引进现代化的思维 在ESG方面 评审小组会考虑成件商 如何减轻其运作对环境的影响 尤其是主动推行一些比法例 或者合约要求更高的措施 回馈社会的工作 包括慈善活动 劳方福利 及企业关怀文化等 企业管治则包括 健全的管治架构 全面的政策和制度 以及诚信管理等等 ESG的范畴 亦都会计算公司在这方面 曾经获得的奖项 以及一些 和建造业较息息相关 如MPF 资深 或者安全等的定罪记录 在这里一提 有关的定罪记录 是需要大家自发地如实申报 有需要的时间 被书署会向相关的 承建商来核实 蓄意隐瞞者 可会被取消参资资格 如果在班长之后发现 建造业议会 亦都会保留收回奖项 和追讨损失的权利 每个范畴各占25% 大家可以浏览大奖网站 参考更详细的评分细节 最后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报名截止日期 其实大奖已经在3月份 开始经网上接受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 是2021年7月31日 经评审小组审议之后 被书署会在9至10月份 按实际的情况 联络个别的承建商 让评审小组进行实地考察 除了工地之外 评审小组也都会到 其他的办公地方 或者工场来考察 虽然距离截止报名 还有3个多月 但是今天所见 需要准备的资料也都相当多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各位 尽早开始筹备你们的报名资料 如果有任何关于大奖的问题 欢迎大家经电邮和秘书署来到联络 我这部分的分享到此为止 现在将时间交回给秘书署的同事 和大家讲解 在网上填写资料要注意的地方 多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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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主席 是的 接下来我就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到现在大家真的去上网 报名的时候 需要有什么留意的事项 首先在哪里报名呢 就是当然是上回我们大奖的网站 大奖的网站会在哪里呢 大家可以去我们CIC的网页 右上角会有奖项 进去看到我们CIC不奖项 到中间你会看到我们建权业会 建出城建商大奖的 你点到进去就是我们大奖的网页 在上面你就会看到有立即报名的网页 可以进去就会去到我们报名的网页 或者就是如果大家可以记下这个QR 局 都会直接去到我们大奖的网页 那里的 一进去大家才会看到大奖的规则和条款 我也想在这里跟大家讲解 有几个重要的一点 让大家留意的 这次大奖你会看到 都是需要大家去自己填写 一些关于你们公司的资料 都是需要公司去实报道的 我们秘书署有需要的时候 当然都会和城建商核实一些资料 那如果发现有一些是虚报 或者欺诈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也会保留取消的资价 或者甚至乘了奖之后 都会收回那个奖项的原理 也都留意大家报名所交入来 我们的资料 版权和知识产权各样 多年都会规范你们自己的公司 但也都会授权给我们议会 是拿这些资料 作为一些跟大奖有关的宣传的用途 例如公开展示 我们放上网的用途都会用 所以大家觉得 可能要有一些公司机密 那可能你们自己就要考虑一下 真的有些什么是会呈交上来 那也都在同一时间 大家报名的时候 也都要确保你们所提到的资料 是不会违反侵到别人其他的版权之类的 那大家报名了 那我们刚才 潘先生都说过那个时间表 那7月31日截止之后 那我们就会开始凌诊 进行凌诊 那去到大概9月至10月左右 如果有需要我们就会联络各别的公司 去安排一些实地的考察 那我们之前都说过一次 那因为我们今次这个大奖 是看回整间公司的运作 那所以除了可能说去看工地之外 也都可能会在其他相关的办公处所那里去参观 那就是如果你们公司有些工场 或者我们有一些分包商 他们自己自设有工场 那我们都可能有需要要求 和庭审小组去实地考察 那都希望各位成见商会尽量会合的 那在过程当然都会包括我们 可能是一些拍摄的工作 那都是需要成见商去配合的 那去到填写资料 那第一版 就是一开始就是最基本的公司名称 那公司名称 我们今次因为报名都是以公司的单位 来做作报的单位 那公司名称 我们就会是根据你们公司的商业登记上面 那个公司名称 来去做那个参选的公司名称 那例如有些公司 可能我们集团有几间公司的 几间公司名称 那你们可以考虑 你们用哪个公司去参加这个大奖 那但是目的主要都是 如果你们得了奖之后 我们都会是用这个公司名 去和你们来做一些宣传 去让大家多一些知道 了解你们这间公司的资料 那希望所以 如果就是你们想一下 用哪个公司的时候 都会用些希望 你们想教更多人熟悉的公司名称 去作一个报名单位 那另外就是授权代表 因为我们填这个 就是主要方便日后 我们秘书处的同事 就你们的报名申请 去和你们联络的 所以授权代表 那我建议就未必真的 填回你们老板的联络 可能真的你们公司 是委派了一位同事 专系跟着这个大奖的事 那就用回那位同事 或者那位朋友的联络 那就会方便我们日后 关于大奖的事业的联络 工作的 那我们刚才就说过 参选组别 那大家都可以因应自己公司 那个规模和义务性质 去选择你们想报的组别 那我们都明白到 有些公司可能 它几项都符合的 它可能又是专门是承造商 它又是一些承建商 也都有这样的相关的资力牌照 那当然我们可以给大家 去自己决定 他们去报哪个组别 但是我们也都被书署收到之后 我们都会看看实际情况 和有关的承建商去确定 那样的情况 你们是否真的报这个组别 我们之后会看情况去确定 那样的 接下来大家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公司 那就是不多于五百字的 那另外就是 之后就是大家可以叫做 给一个机会自我推销 就是讲一下大家 为何是一个结出的承建商 那这个目的除了给你们自我介绍之后 也就是我们会以这些来参考 日后我们在大奖的宣传方面 都会引用你们所提供的这些自我推销 去做作为相关的宣传 那接下来就是讲四个分项的来容报名 那大家都看到 其实如果有些朋友已经入过我们报名 都看到其实主要都是以文字申请为主的 那就是每一个项目里面 包括企业创新专业化等等 每个项目下面都有一些小题 那每题的限的字数都是一千字 那就是以文字申请为主 另外每个题目就是企业创新专业 年轻化和ESG 在每个大题目以下 我们都可以给你们上传四版 四版PDF图像的资料 例如可能除了文字之外 有些相片有些图表 都可以给你们上传四版图表 但是主要都是以文字输入为主 因为我们这个网上的报名表 始终在网络的情况 我们预感100%肯定 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 可以先用自己外线的电脑 来用Word 整理好 编写好你们的报名资料 因应办 整理好了 然后才进入我们的网上报名表 才copy and paste 这样进入 不要在网页那里直接 因为我们这个网页就没有一个 是save 之后再回去打这个功能 每次都是打人进去 然后一次过就这样 所以可能就是建议大家 都是offline 自己的电脑用Word 先放好 然后才copy and paste 再进入网上报名表里 再进入网上报名表里 刚才之前也提到的 评审准致 这里 其实大家看到 我们每个提示之下 尤其是有些提示 希望大家可以填 一些哪方面的资料 但是 这里有些可能 我们也认为 可能是tricky一些 或者大家可能在其他奖项 都未见过 我就在这里抽一些 特别一点的 和大家看一下 分享一下 例如创新方技 如何提升公司表现 就是一个量化评估 就是说减少了劳动 如何减少了劳动 就是一些实际的 具体的数据 例如可能用了一些 自动的机械去做一些工序 自动的铁机 本来可能开铁由10个人 可能最后减少了 只需要两个人就能开到 这些量化就能够 或者开支方面 例如有些机械 可能是入油的 然后转了做用电的 这样可能在那个 然后开支 那个又可以有一个量化的比较 本来是入了1万元油 然后转了是加2,000元电费 这些就是一些量化的比较 但在另外一个就是 例如我用MIC MIC起得快了 那我们就觉得 这个未必是一个好的例子 因为首先MIC 本来是一个项目的要求 就未必是你们公司自己的一个 所以我用MIC 这个可能 就未必是一个好的三项 另外就是 关于你们公司本身是全职员工 有专业资格的百分比 那我们这次 真的因为第一次举办这个大奖 很坦白我们都没有100%肯定掌握到业内 其实不同规模 不同大小公司在这方面 他们的数据是怎样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这个 每个个评分进质都知道 我们是会用一个比较的方式来评分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 就说有些大公司可能做得很好 小公司做得不好 我们都会考虑你们公司的规模 去比较你们公司和业内里面 其他的这方面的主要人士的比较 来这样评分 那就是希望尽量做到 都可以不同规模的都比较到 那去到年轻员工的比例也是一样 那都是以一个比较的方式去评分 那大家都希望只需要预设这样填就可以了 那我们也是会根据公司的规模 和人数下去考虑那个比例的 那因为这个靠自己去填出来 那我们秘书处会都会去收到之后 如果我们觉得有些比较极端的数值 我们都会和双方的承建商去抗议一下 例如大家的计算法是怎样计算的 那我们都会 如果见到都会有需要和承建商确定的 那去到ESG 那个 那特别留意 都是需要大家填补一些 可能过往和建筑比较上面有关的定罪记录 那就是例如NTF 例如有关建筑或者有关安全的检控记录 都需要大家填出来的 例如填上中法哪条法例 他那条法例的罪是什麽 物质是什麽 定罪的其实是什麽 甚至会有没有一些规管行动 即是没有挂带停标 挑销牌 就这样填出来 那也是再重申 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如实地去填好的 那也都在我们大长的首席里面都会说明 其实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些漏步的情况 蓄意也好 无心也好 一些漏步隐瞒 其实我们都会保留取消你们参加资格的权利 所以也希望大家尽量尽复出来 那大家填好一些资料 就如刚才说 最好是offline 用work打好 接着才一次个copy and paste 再次copy回去 那你们最后就是click submit 那click submit 之后提交完之后 那记住呢 都是未交的 那它会再出一个确定的版面 就是它会出一次 要大家再对一对 去确定大家进入的东西是正方 没错 那接着再确认这样才是 呈交了这个submission 那如果大家想再深入了解各项的评分 是如何去评分呢 不同的分项里面 那其实我们大长的网页 都有那个评审进质 还有它有些评分的指标 在里面都可以上回大长的网页 那里看回的 那都是最后提醒大家 如果有些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question tab 那里打下来问我们 那我们都会尽量解答的 那大长的网址 那就是这个qrcode 这里 大家可以在scan 都可以去到我们大长的网页 那简介就来到这里 那我现在就会看看有些什么问题 可以即场可以解答到的 那我们一天都已经收到一些问题 那我现在就在这里和大家解答一下问题 那首先第一个 除了有今天的资讯 有其他的资讯 大家都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关于这个大长的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问到 实地考察会不会是抽氧呢 每个机构都必须被考察呢 这个问题我们就 几个层面去看了 首先第一 也是因为我们今天虽然是 这个疫情好像是 都好像受控稳定 那但是我们未来始终 其中最主要考虑 都是大家健康安全的问题 那我们都会看回 未来的情况是怎样的 但是会不会说是抽氧呢 还是怎样的呢 这个就会很取决 就是我们未来收到 有些什么报名表格 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 都初步地说 就是我们都会 应该是有初步的选择 然后才会去再联络个别的 成见商去做一个实地考察的 那换句话说 就未必会 即是说全部 每一个报名我们收到 都会去 但是这样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有没有一些是 真的确讯或者 实物的报名表呢 没有的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环保 是的 也都是 开始要买向科技 那样 那我们都是在网上报名的 但是如果你们都可以 就上回我们的网页 可以下转回 也好 下转回网页里面的 那个报名表 那么你自己 就下转这样做也没问题 但是就 没有一个 确讯的报名表 我们都是全部 都只是在网上收到 那个报名而已 那另外又有一个问题 就问到说 如果我们是有几间公司 这样可不可以 就是几间公司 都一起报名的 那 原则上 我们就不会阻止 你这样做的 但是也都会 考虑到就是说 我相信 可能很多次 就是 例如 你们同一个系列的 集园的建筑公司 那他们其实的运作 都会很相似 我相信 都会有一些相近的 尤其是你们的内部平均 都会有一些相近似的 标准 那如果你们同一个 就是同一个集团 不同公司都去报 但是里面你们 报的内容 其实 就是如果可能 内容都差不多 那我就觉得 就建议大家 就不需要这样做了 真是一个 一间公司 你们觉得是 代表到 你们整个 运作的一间公司 用那个公司的名字 去报名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 就问到 都是关于西 visit 的 那他都是问 会不会 大概 会看多少个地盘 这样 那 不一定是要看地盘的 就是 因为我们这次都是公司 可能你们有工厂 有工厂 甚至乎 如果 如果 评审小组 想看下 你们的其他办公署 的运作 他们都可能要求 所以不只是地盘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所以就是说 当然如果 我们可能 和你们的联络 我们想参加 我们都会问你 你想是 给什么地盘 我们去 训练 这个都会 给你们 报名的承键商 即是你们 提供 不如你看我们公司 的某某地盘 我们都会接受 应该 都会给你们 但是就说 不一定是工地 另外就 又问到 今天的这个 这个Q&A 环节 会不会 放回上网 都会的 其实就是刚才刚才 我们今天这个 webinar 连 所有 这里整个 今天 连这个Q&A 环节 都会 放回上网 的 我收到的问题 暂时就是 这么多 但是其实 如果大家 随时有问题 都可以 回到 就是刚才看到 我们 议会大奖 网站有资讯 亦都可以 E-mail回我们 去查询 关于 这个大奖的资讯 都希望 大家 很踊跃地 去参加 我们这个 建筑界的城市 因为就是 三年才举办一次 今次是第一届 会是 让我们香港的市民 知道我们 其实成建商 是为我们香港建设 做了很多的付出 都是表扬下你们 希望大家支持 多些见到你们的报名参加 我这里再一次 多谢潘主席 今天刚才的讲解 在这里 今天的简介会 就到这里 拜拜 谢谢大家